XO前成员黄子涛回国后 成立了龙涛娱乐公司 将事业版图库达到幕后 他原定于本月17、18日举行巡回演唱会 然而主办方日前无预警宣布取消17日的演出 而18日的演出则如其举行 并透露黄子涛近日出现持续高烧 以及呼吸系统炎症等症状 甚至在排练过程中失声 因此被迫取消演出 然而此前有网友发现 黄子涛的演唱会仍有大量门票滞销 还透过直播打折甩卖 让原价购入门票的粉丝相当不满 而取消其中一场演出的公告释出后 也引起网友们猜测 是否跟门票销售状况有关 或是黄子涛再次感染新冠疫情 事实上过去新冠疫情肆虐时 黄子涛曾确诊染疫 当时他躺在床上直播 透露自己非常不舒服 让他直呼难受的想哭 因此这次出现类似症状 也让粉丝们感到很担心 编编留言 希望他快点好起来